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 全世界 今天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的是 台灣五都之一 對不起 六都 這是大都 這個是台中市的市長林佳龍 林市長來接受我們訪問 市長你好 鴻宜大哥 大家好 我是台中一位活龍 林佳龍今天走來台北 來接受鴻宜大哥的訪問 我第一句話是要跟你問說 你現在做差不多三個月了 會累嗎 都不會累 也沒有時間累 他會活龍 一定是不會累的 我記得我和柯批 他說 你現在去做一段時間 你對台北市的市長 你有什麼感受 他說他的感受就是 柯文 好農賓太辣 可能他做三個月 對方做三年的意思 他意思是說 很多事情都要做奇怪 都給他批 他是這樣子 他也在說台中 這樣嗎 所以 因為他跟我說 我說為什麼太難 他說第一個 該做沒有做 譬如說 很多連開債都給他批 照理說他可以出租 因為都收集 也可以幫窮人 沒有做 公文應該要發出去 都沒有發 奇怪 那個什麼合約 怎麼沒有進行這樣 他是覺得太懶 那我說為什麼他覺得太懶 他說 很可能他覺得說 反正不要換錯就好 我猜 他是說這樣子 那如果 當然有所謂五大案 我現在是說 你現在做市長做到現在 差不多三個月 你對台中市的感受是什麼 其實台中市 現在縣市合併 升格為直轄市 可以說是百費待舉 還是說 他現在要一個小孩長大人 對 需要一個好好的度 這個價位 可能過去是小台中 後來變大台中 也許前任的市長 他還是舊的思維 所以並沒有因應大台中時代 去做很多電機工程 這就不考慮 做什麼工程 電機 就是打基礎 你說這個剛才 建定基礎的工程 所以我覺得整個台中 是條件很好 你看這次辦這個台灣燈會 在台中 我們辦的高鐵跟台鐵 那站那裡 去台中部捷運 烏日 對 烏日 台中部捷運 我們怎麼透過什麼接駁 轉成 很複雜 但是來1,375萬人 蛤 1,375萬 對 就頂去台灣 超過一半的人都去了 當然人次 因為我們有四個燈區 在烏日 宏丸 台利 還有台中公 所以我們四個燈區 加起來有1,000多萬人次 實在很困難 你說台北你辦多年 跨年 什麼會 都有捷運 很快的輸運 但是台中是很辛苦 當然我們也辦起來 所以大家覺得我們剛上手 就能夠把一個全國性的燈會 辦得有聲有色 台中人也感覺到很光榮 以前有這麼多人燈會 過期當然有的人所理都在人發的 十二年前台中也辦過那時候的陽聯燈會 那時候大概差不多五六百萬人 現在一千三百七十萬 差不多雙倍的人數 你剛才說蘇運 我是這兩天看到報紙說 BRT 怎麼會這麼離譜 雙節巴士 一千三百七十萬買 開沒多久現在故障連連 這麼拍那拍 那是什麼 是因為這台所謂的BRT 或是快捷公車 它的車輛是來自於中國 雨通公司 它做之後 車是中國做的 對 柴油車 中國做的柴油車 對 從世界那麼多好車 為什麼要去中國買 這就是人在注意 現在就是陣風和連鎮署 都在調查 而且也已經要送檢調了 為什麼 為什麼 透過一個白手套 做雲從龍公司 突然間 在BRT做的時候成立 它都台灣都沒有做過什麼 成立 成立 來包這個 中國的這個 宇通 鄭州雨通的這個公司 是 來台灣來組裝 所以組裝之後就上路 上路又沒有驗收 現在就開始出問題 所以就是說 有一點我們做兵 有的高樁檢 有嗎 我們的做兵 經常要那個裝備檢查 都也要抵一台 有嗎 還是說去外面買 一些零件就倒來倒去 兩台好的給它去檢查 出的就把它藏起來 如果裝備檢查過之後 再又抵起來 對 再又抵起來 我覺得說現在這個BRT的車輛就是說 因為它是這個中國製的柴油車 它就是 零件 它算穩進來台灣這麼組裝 現在就出現問題了 比如說 台東市政府有買32台 但是我 想念我看 奇怪 我看他們的報表 都不能出現32台 有一台沒去 我就叫高樓局長去查 一查說這台從來沒有上過路 因為一開始就去用肢解 因為吉他上路的車 零件派去 結果 沒辦法換 因為還要從中國調來 買付 所以就拆那一台來倒吉他台 去年九月就開始疼 所以拿疼拿疼 這台車已經疼得有點不成樣子了 所以我叫他們去調查 這樣對不對 這完全沒有嚴重 拿來好像做一個來肢解用的 這就是大家覺得很離譜 類似這種情況 有些人會覺得 都沒有驗收就上路 到現在真的 你說漁夫 他在台中的宏光科技大學 有在上課 那就是在BRT經過 在台灣大道上 漫畫家漁夫 對 他就PO個臉書 他說胡志強留下來的問題 林佳龍你趕快解決 他就避開BRT的專用道 有些藍線 藍線就鋪藍色 上面有一些類似一種塑膠 一些塑料的工程的 那種用的材料 都已經派了 也沒有再鋪上去 但現在就有問題來了 現在是我們要求那個營造商 就是包廂 他要趕快把我們報竣工 我們才會驗收 他現在不會報 為什麼 因為是上課市長叫他上路 現在他們報竣工我們要檢查 在驗收 他就要把它修理就好了 不然我們絕對不可能驗收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他就要再撩一條去做起來 變好之後 但是他說你是你市政府叫我上路的 不然我也不急了 責任隨俗 現在問題更嚴重就是說 他們報竣工那天 就是變成說他因為 古年代本來就要完工驗收 他已經拖三個月 那要發錢 因為延後 就是說你不要按照契約 來竣工驗收 一天就要發多少錢 所以發起來之後他要再發幾個月 對 所以他現在有點就把你放在那裡 把你放在那裡 因為 只要他一來報竣工請我們去驗收 就由那天開始算 它是完工日 對 其實完工日古年就要完工 因為工程一直拖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未來可能要仲裁 就說變成我們要跟他講 好 你快來竣工 我幫你驗收 但是也許時間不要把你算得那麼長 大家看來可以協調一下 因為當時市政府是叫你們正路的 雖然是頂一個市長 但我覺得站在他們做生理的人 他也很無奈 不好意思 市政府我請教 這個雙結巴士是一千三百七十幾萬買的 對 一台嘛 那時候買三十二台 市政府買三十二台 還叫一些民營的科運公司 他也買到三十多台 那我問你就是說 你能開車嗎 我是有價格 但我在台灣不可以開車 我在國外才有開 因為台灣在開車要有這些技術 尤其是台中 因為我都去問說 你買新車來 如果車子一直是故障 有可能嗎 大家都說不可能 因為新車最好開 對 特別是泡水的 或是二手的 對 那什麼時候車子開始會有毛病 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大概開個差不多七年 所以一些零件 一些車開始有一些 因為開始會 譬如說硬化 或是材質的變化 或是比較冷了 車子才會開始有毛病 所以很多人車都開了差不多五年 他開始賣掉 還換新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新車來 去年才開始通 不可能一直故障 不可能一直故障 這不可能 我說實際上很有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這種雙結巴士 除了中國在賣之外 其他地方買不到嗎 他當時 現在有一個政論 就是現在 延政署在調查 他當時 疑似綁標 他說 柴油車跟電動車都可以 但電動車要有十年保固期 才可以來 這個 來投標 所以他就用技術性的 有一點排除了 台灣的吉他車 因為這都 兩十個 而且還有三個車 這就跟中國 鎮州語通 來做 所以那裡的時間 你一開始要輸掉車 到車進來 就不夠一年的時間 對 所以 雖然他可能行政廳書 也都有上公文 都有簽約 但是現在就要質疑 這麼樣的一個倉促上路 而且 又只有某一家 準備好了 這家 中國鎮州語通 還在台灣一個白手套 或是雲從龍的公司 他還不可以做過這種車的業務 所以 這個只要我們用嘗試 來看就是 這是不是有什麼內線 人家用儀式綁標 這是陣風 現在 你把儀式綁標 我把陣風的調查我看過 我的五大疑點 有涉及到儀式的這個 這些弊案 我都交給連政署 連政署說 其實我們上以前 他二位已經開始調查 最近聽說 就調查的部分 已經比較掌握證據 移調給檢調單位 那個中部的 開始針對那些 下去 就是用正式的 司法的程序 已經開始在辦了 為什麼 這個米哈梯的行控中心 沒有辦法控制車輛 對 照理說行控中心 他現在用三千五百萬 下去用一個臨時的 一個停車場 對 他的這個 我看的差不多 不到七八百多了 一間小房間而已 對 你看國際的城市 被我去收了 他的交通的行控中心 都是即時的 都是大螢幕 對 而且還可以現場指揮 所以我那天去行控中心 是看了 我怕一條 我說 這個我理解 全世界的大都市的 行控中心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說 你們這個 你們這些 承包商 你也要怎麼 跟車輛的司機通訊 譬如說有危險 是故障 對 因為行控中心 他照理他看的就是車 是 他去車站 萬一譬如說有什麼狀況 他可以支揮 或是說 這個三台車黏太多 叫他們稍微分開 這樣不說三台來 結果還要等三十分鐘 後一台再來 這都沒辦法真正的 下去指揮 對 所以空有一個 好像一個 好像可以監視器 看著車輛跑來跑去 但是你沒辦法跟他通訊 沒辦法把他指揮 對 來控制這個車輛的 比如說車流 那這個就是 標示說什麼 他沒有把這個行控中心 跟車輛跟車站 跟所有 比如說 這個車票 的系統整合 真正的現在要做 本來的行控中心是 要做五車 有一個所在 無期的 對 那個工程是要 照現在的進度 他本來整個月都要兩三年了 所以這樣人們會問說 為什麼你現在要上路 對 就是去年選機 然後大家覺得 台中有建設還是怎樣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那個行控中心 我那天 媒體跟我說 我什麼陣路 其實我就是 我叫那個 指揮 行控中心跟手機 通訊 沒辦法通 對啊 你如果發現有症結 你要怎樣 所以 這就是問題 那天那個女孩子 有一個姐妹 有 姐姐下車了 妹妹 威夫的下車 手去給你夾到 對 像這種情況 你如果在行控中心 你可以下達指揮 那 真實就是不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行控中心 也無法發揮功能 它無法說 行控中心 意思是一個人的系統 像頭腦跟身體 你的腳手 你會脅掉 現在頭整頭身體 整身體 腳手整腳手 所以那天 那天 就是那個司機去夾到 那個妹妹 其實說到時候 他也很無奈 因為他們這些司機 都去教說 你要用捷運的標準去 駛這台BRT的車 你看捷運的標準是什麼 捷運就是說 好 他絕對問一塊 就不能再開 對 這個捷運的保護 你也可以走 你不可能去擔車 一個人又擔馬人會車 對 但現在台中的這個BRT的車 實際上 三台有 一台是要擔整行鋁 他也無法優先通行 為什麼 他一旦優先通行 跟他交叉的路口 橫向的這個 車輛 對 馬上就打結了 當然有沒有什麼 進一步的 對價關係 還是怎樣 這要再查 比如說我說一個例 這個台中市 在擔負的時候 那個交通局 在做BRT 整個 比如說 當時要做什麼 那個簽文 是這個 就是說這個 外面這個公文公司 他們什麼公文 他們回到那個印章 對 他們整天都進駐交通局 欸 入車鬧塔 這樣 這就涉及到保密 你怎麼可能公文書 給外面的人來 不但看你 有些公文 基本就是他們起草 對 所以像這種東西 連政風單位看 他們也覺得 這太離譜 對啊 你是一個政府對不對 你跟業者的關係 你應該有一個利益回憶 幾乎是業者的代言人 對 因為他可能業者 對這個很專業 他比較了解 電動的交通局 因為過去沒做過 他不清楚 所以現在疑點很多 我覺得說差很清楚 完全副市長 他也說 差很清楚 像有接任就有接任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台中市的市長 林佳龍林市長 現在這個市長 他現在就是在處理BRT 等一下再來問說 那BRT最後一個 到底是 就取消了 還是要怎麼做 另外是那個台灣塔 一塔變兩塔 這也是很難過 想說以前有辦法對80億變15億 為什麼會這樣 那其他 還有這個大都會割劇院的狀況 到底有多嚴重 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 台中市的市長 林佳龍林市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林市長這邊在台中 贏到有打賣 這邊贏到幾萬票 感謝大家大家希望改變 沒有啦 說實在是不容易 那這也表示說 雖然看起來 當時胡志強聲勢不餓 可是看起來 大家其實內心 已經打算把他淘汰了 那這個也許跟BRT也有關係 因為剛才市長你講 哪有三十二台BRT雙結巴士 竟然有十九台故障 十九台嘛 對 一天有十九台有出狀況 大大小小不一樣 我跟大家說實在 我們尊重來買中國的二手車 也不可能每天故障 也沒有在故障連連的 更何況是新車 如果新車來就這樣 去年買來到現在就故障連連 老實說我們不可能放車上耍 那不可能我生 新車怎麼有什麼故障 好 那台灣塔 是 台灣塔是八十億的醫生 變百五億嗎 對 所謂一塔變兩塔 我一陣子也怕一塊 我說這有這麼大的 我說的時候也灌水 變更設計要增加鋼骨 你知道有人包鋼鋼 就說他要做那麼貴的 對 還是說就一樣的料 對不對 他要把你做那麼 像說 把你鋼骨加倍 嗯 所以這些東西就造成 來預算暴增 那二費怎麼會貴 二費本來就有很多八十億 所以他是超過二費的規定 所以變百五億 當然我們請陣風下去查料 他說 不不不不 不用那麼貴 其中有部分的鋼骨算得到 算得到 價格算太貴 那也是物質 物質 這樣再降下來二十四億 只有物質才二十四億 才二十四億 你要想看看 如果是一個很重要的建築 二費也有含你的所理 其實實際上 從他去年 選舉前差不多一年 他已經暴增到一百多億了 這是說 那個交接以前 他可能想說 看不可以 怎樣 就把貫徹那麼多還是怎樣 所以 因為可能過時市場也不一定看得太多 但我看那個資料 我說這不行 這如果我們把它抖下去 然後還要負責任 所以這樣才引爆說 到底這個台灣塔 是什麼樣的問題 你擋了很多人財路 這是當然就是 其實也要面對這種風險 因為 你們說實在 很多建築就是 都有一些預期利益 還是說工廠 土地 總之 在基材我們都知道 一定有人來競爭 你台灣塔這樣要蓋嗎 我現在就是說 我就是先暫停了檢討 因為看到這個台灣塔 說實在 它沒有什麼台灣的元素 它的功能 也沒有了 再來就是 它還要怎麼營運 是不是會變成一個文字館 還是乾坑 這都一大堆疑問 所以我現在就是檢討了 希望說在議會通過 以前八十億 我重新規劃一個 適合水南經貿園區的一個 有功能性跟台灣意象的地標 比如說我們要做智慧程式 我們有它智慧營運的這個中心 還是說 是一個我們 進行的這種雲端的功能 這也可以把它當大樓 讓它實際上 你說101對不對 不管你怎麼看 它是至少有功能 對 你用這個塔 都像捲骨 三百多說笑 安全性 我們不要說 其實也有很多質疑 最主要是說 它要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我們什麼樣的價值 因為你用旁邊大樓都捲骨 滿足建築師 它想要推陳出新 對 但對市民來說 它這個塔的意義在哪裡 對 不然裡面不可以辦公 不可以 它就是 不可以做生理 一樓跟地下室可以 那就很少 對 所以很高尚 你要花那麼多錢 結果這個塔沒有功能 對 只叫台灣塔 那個台灣也要從空中看 對 誰有辦法從空中看 對 彭余大哥說這個沒問題 其實 純粹從城市美學 你在市中心 用一個那麼大量體的塔 都全鋼骨 阻撓你的視線 然後你會生活在陰影裡面 對 你四個天都看到那個澎南大物 你不是從上面看到台灣 那個像是一個行 你是看到更滑 而且不成形狀的更滑 是 其實是 從現代建築來講 這個不是一個金 我覺得就美學上 真的 我也問過很多建築師 跟都市規劃的 其實十個九個 有意見 這樣 所以你現在要去水南機場 拿一個東西就對了 對 因為水南機場是台中的選擇地 因為二百五十四公圈 它過去就是因為水南機場簽建 就像是松山機場 牽著你看 這麼大片的地 對 你要怎麼保持一個都市的廢 讓它有綠地 像美國的中央公園 還是說好 你要讓它變成一個智慧城市 裡面讓人覺得有綠建築 有什麼樣的產業或生活機能 這方面 因為某種程度來說 當然是台灣塔在那裡 比較像是一個文化地產 就是說 用一個建築 來把旁邊的土地插起來 因為說 現在政府要做這個 你看 還有這裡有觀光客 怎麼辦 所以旁邊的土地 會建立起來 最好 這個塔是要有功能嗎 其實變成不是重點 是旁邊的整個房間都炒起來 所以現在雖然 本來在開發前 一邊那個地方 我們不要說原來 就是說 開始要開發的時候 當然是跟中國醫學大學 跟鳳家大學 有跟他們所謂的專案 所謂的架構 就是跟他們 差不多20公斤的地方 那時候一邊 一邊差不多是10萬 現在一邊是超過80萬 甚至已經破百了 你看看 那麼多的時間 整個地下的條款 這個人當然 起床到那裡 或是怎樣 可能轉很多手了 是 所以你覺得 是不是這個東西 有什麼樣的 可能引起什麼反彈 潛在我相信 很多既得利益者 他們當然 會質疑我 甚至會有反彈 是 米阿T你打算怎麼改 米阿T現在就是說 當然 他的車站就蓋了 所以我們車站 也沒所謂去打掉 現在說車輛跟車站 是要用米阿T專用 一種方法就是 改成標準的米阿T 但實際上是幾乎不可能 我說的 整個行控中心 整個軟體 硬體的系統 很困難 那也添價 因為主要台東的米阿T 是走平面的 它不是走高價 也不是地下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改革 跟人交叉的車流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好 不走標準的米阿T 你就變成公車專用道 例如說公車專用道 標準的定義就是 你就讓公車走 米阿T的車來走 如果它也安全的話 但是 米阿T現在損壞的力 有可能走走走走 又走一年了 搞不好就剩一半了 當然我也要考慮市民的安全 如果安全 體檢 當然也可以讓它跟公車 做會走 都專用道 但是如果不安全 有可能變公車 那你什麼時候會做出決定 我現在就是 三月底 其實就是 禮拜一 就是說 其實就是 三月 二十 三號 我就要 市政會 我就正式選擇 過度的方案 跟七月以後 改善方案 就正式實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有清楚 能夠的時間 可以做配套 我覺得你和柯P有一點像 就是去要先 先 要怎麼說 插屁股 很多很多爭議性的案 要先經理這些東西 這樣其實 有人說叫 難聽叫清算 我覺得不叫清算 你總是要跟市民講說 沒辦法 你看這些 我都要把它處理 總是要大掃除 你很多問題 過期遺留下來 我們如果接 改刮成熟 我們如果有質疑 當然 你做不好 人家也說你怎麼做不好 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 有多嚴重 要跟市民交代 那個 大都會割居院現在怎樣 其實大都會割居院是 45億的工廠 中間跟地方政府各處一半 是 當地是要去大都會割居院 他主要是因為建築 因為那個 胡志強去請伊東李上 他來去建築師 得到這個 國際大獎 但是這個上 這個工廠還沒完工 但是去年因為選棋 他就去演了 明華園什麼大堆 我一場喝之後我說 奇怪 這個還沒驗收 其實我選棋前就說了 其實我沒有覺得說 我會反對而反對 我一年之後我就強勢體檢 他基本上還沒驗收 他還沒有達到可以試營運 的一個標準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現在跟工廠做一個檢討 因為當地是 他45億大部分都在做那個卡 做一個歌劇院 他需要的 比如說內部裝潢 舞台要有旋轉舞台 他的音響要怎樣 他算幾乎都不變 這樣喔 變很少的 所以我現在 所以只有車殼就對了 對 所以也充斥上路 但是因為 歌劇院他不會走 他不會去英雄道路人的安全 對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 我要做得好 我現在已經已經 因為三個月 下去用一個新的團隊 下去診斷 下去改善 現在已經差不多 主要的工廠已經差不多要驗收了 這樣已經變成年代了 給他試營運 你看我現在 就是積極的改善 需要再多一年 表示九年代的所謂誓言 對 其實是真的是 很貴险 為了選技 很多人在很貴险的情形 好像有的部分 好像工廠 因為有大中小三個劇場 是 其實是 九年代的中劇場 金本 裡面 就是 就是 土木工程都要不完成 對 雞電也要不 要不開始做 對 所以我都要補回來之後 我現在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建設也 台中也好不容易 有這個歌劇院 對 我就跟文化部在討論 他們跟一些醫生補助 台中 我們先做 跟這裡又移家給他們 這個部分 就是 差不多 我們打算 經過這個改善料 我現在 店頭要爭取 那個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金子獎 他過去的 一些評分計 沒有到八十分 得到金子獎要八十五分 我們現在每一個工廠 都把它紀錄 都盡量符合中央 一些嚴格的標準 是 所以我們表示 我們不只說我們接手 當然有的 案件 比如說像那個攬車 就是大雪山的攬車 那個金本還沒做過環評 就去招商 所以當然沒有人加來 也演出市 9年喔 我一年了 這個金本一直演 不可能有人來招商 來標 為什麼 因為連路線的土地 都還沒有取得 經過國家公園 跟原住民保留地 這樣就可以宣傳了 這樣也加做 所以我那些就停掉了 那些東西 我剛才說的 歌劇院是可以做得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台中市的市長 林佳龍林市長 做起床之後 第一次我們訪問 大概現在已經做了 三個月的市長了 他剛才說 我覺得這不是清算 這個叫散後 散後 就說好多事情真的 要去 改善 是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這個除了所謂的除幣之外 我們還有生理 那做三個月 這個林佳龍市長 對台中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聊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宜 我們今天邀請 台中林佳龍市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他剛才說的 他在散後VRT 那3月23號 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那台灣塔 他已經 沒要做了 暫停 重新選擇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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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多位各劇院 現在也是在散後 他們都太冠了 為了選舉 我記得 胡志強市長 有要做一個企鵝館 那後來又改成白海豚館 因為企鵝館叫做鵝館 說台中人要去生企鵝 不過他就說白海豚館 現在那個有要做嗎 其實你說這個 白海豚館 在市長高接種的一禮拜 他們把拌下去已經在做了 最後一 再來另外一個媽祖園區 也是選舉前一兩國的拌下去 其實工廳都包下去了 所以我現在也面對著 企鵝館跟白海豚館 剛才弘醫家說 鵝館 你要去南極是要鵝館來嗎 對 現在保護董人也會控育 對 他本來鵝館是要去台中鵝館 那整天不會去台虎的地方 很無形的地方 對 如果你看你如果是動物 你其實 那個地方其實是殺生的 對 所以後來當然鵝館也沒有了 鵝館也沒有了 結果後來又找了一個白海豚館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白海豚館是去的五車 就是台中港附近那裡 對 因為白海豚出沒 就是在台灣的西海岸 這個好像有道理 你現在問題是一個困難 這個白海豚館 你要去捏一隻白海豚來做火鐵 會這樣猶給你看 對 它是保育類的動物 對 所以你也不可能去找一隻外的白海豚 所以這個罐 叫白海豚館 但是變成沒有白海豚的白海豚館 真的 這當然鵝館現在也已經標在做 所以我現在在檢討 有可能配合高美師弟 跟無期漁港 它串連做一個好像說 這個海線的藍帶 配合我們的觀光休閒 對 這些旅遊 所以有在重新檢討 就說 反正港附就包出去了 對包裝來說 它是要去家而已 對 但是裡面的功能 我把它重新調整 我們就要面對 它以後不可能有白海豚在這個館裡 對 或者館也不一定要叫白海豚館了 對 就不一定 因為名符不實 對 當然 要強調它保育跟這些 要怎樣的功能 它的造型就是變成一隻海豚 對 所以現在也不會有 不會有 不會有 對 我以前已經做起來了 去白海豚我們台灣海豚 海豚 海豚 我高興在雲林 其實過去的移民都在抓 現在都要保護 現在都要保護 沒關係 我們就說 無頓利的時候白海豚會轉彎 對 你現在去台中了 有做了哪些事 其實我正念有兩件事 我馬上面對一個燈會 對 再來就是這個台積電投資 一個差不多7000億 會創作500的鋼足紀錄的 這個18吋 中科 18吋的晶圓場 10奈米 那是下一個世代 台灣的國際上 大概是最領先的 那這兩個 怎麼都順利 一種燈會把它辦好了 對整個城市光榮感也有幫助 1370萬人次 對 這個台積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 當然 中科過去有一些不良紀錄 所以環評有一些環保團體會抗爭 但台積電它基本上環保做得不錯 但是它現在要做這個18吋晶圓場 那環保團體一樣抗議 所以我也出面跟這個環保團體溝通 我也這樣環保室要拿出誠意 人在抗議有利的 資訊要透明 再來 你要減少未來的環境衝擊 就是比如說空氣污染 我就跟環保室共同氣氣社會 說我打起來 我市政府的時候 我會設定重量管制 我也要變醫生下去做監測 這個環保團體他就覺得 政府有回應 我這樣協調了 那個案件也是對台中的經濟 因為台中的產業 是方面是精密機械 工具機 手工具 零組件很強的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光學和光電產業 大力光 古王都在台中 所以台積電來了 整個光學和光電產業 也變成台灣 可能已經比竹科和南科更先進 這時候對台中的三業和酒業發展很重要 所以站在這個市場 我有去幫忙 這兩行 其他以外站在社區裡面的政策 變成我的政見 我說一行 現在台北人大家都在插 社會住宅 台北是需要那麼多 台中我們是劃到 差不多未來一萬億 我已經 未來一萬億 你四年還是八年 我四年幾萬億 當然起床是陸續 有的近有的萬 有的可能四年前 起床有的可能四年後幾萬億 我們已經 找到三千三百億的台 這就是社會住宅外的政見 一萬戶 有三千三百億 你都看得到 多一個地點幾億 第二的是 比如說 這個 托育一條龍 現在從零歲到六歲 所有的孩子 我們都做托育的補助 當然要 創造保母就業機會 對 讓平價的幼兒園 我們可以做一定的管制 這也已經 我們最佳預算變下去了 國內兵六十五歲 以上的老人 免費全家出去了 這以前就有了嗎 應該過去以前 變幾百萬而已 程序很繁複 高雄台南都已經有了 台中沒有 我選舉以前 我一直在劃這個東西 我現在最佳 差不多三億多的醫生 一年要做一萬人 過期四年 歐子宮都做三千人 這樣而已 我現在不到三個月 已經合格了 經過檢查 已經四千五百人 還有年底的預期是一萬人 像這個人也比較 當然今天台中市 很多建設案 社會政策剛才說的 另外都沉香差距大 所以譬如說花博 我說一個禮 花博其實發現了一隻石虎 的蹤跡 其實在後裏 那些地方 去年一年前 台中市的農業局 已經發現了 還有他們 都沒有說 我真的想說 這要做花博的燦爛場地 結果有石虎 我弄下去之後 環保團體的抗議 也要做二階環評 所以我就把那些 四十公斤的地方放棄 有這麼十五 對 很快我就去找到 另外四十公斤 二十公斤的風圓 二十公斤的外部 所以把本來花博這樣 後裏變成一個代狀 變成北台中 對 大安市跟大甲市 山山跟海山中 這重要性 這解決線區邊緣化 不用風圓 它管治下邊 它會覺得它是邊緣化 對 因為整個主案都在市中心 對 現在我用這些建設料 都盡量站在管區 這些的東西 包括大台東三首線 就是這次燈會 大家發現說 鐵路 其實台中有山山跟海山 把它串連成環線 這也才取代捷運 這個已經 我們都已經 跟毛治國 我去開新生委員會 第一次 我就要求 你這個大英的 都要下去做 這也有清楚 你的花博要花多少 花博 毛治共本來是 它變成80億 因為 後龍兵開百多億 當然 台北辦花博不一定有意義 但台中是有意義 台中是台灣的花博中心 對啊 台中中華 現在是台灣三分之力的花博 餐廳 對 就是餐廳 所以我說台中辦花博 改造作花園城市 把這些展覽場館 不是像台北卡條 對 可以變成未來的育苗 還是說一些拍賣的中心 這對我們的花博和水果產業 是很有幫助 是 而且我們通過花博來 台中做城市改造 讓我們來邊緣地區有三業 未來有酒業的機會 所以花博這個事情 可以說 本來差不多已經四季了 都董在那裡 因為石虎了 再來頭前的行政廳都太慢 我們現在加快進行 包括選擇新的地點 然後重新修改方案上去行政儀 現在粗部也已經通過 所以花博這個案子 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們如果沒有去接受 有可能本來就是不了了之 台積電七千月的投資是幾年 他其實是 他投資很快 他這個十八寸晶圓場 他打算一年就去好了 一年就好了 所以他現在很多工程師 都已經開始進駐台中了 這樣可以創造多少幾個幾個 補修五個五千個 因為台積電的工程師 都是那麼像中高師 都六萬多 叫年輕人 這有一個好處 整個會拉高台中的工資 製造業其他的老闆 為了人才保衛戰 台積電的工主管 很多人才會上去 所以很多其他的業者 他們現在也開始了 他們要提高薪資條件 我覺得對台中來說 他過去 其實台中就業率機會是不少 但薪資低 對我們來說 我們年輕人還要在地工作 要養家活口 成家理的 我相信一個很好的效果 好 其實有科批上來 對像林佳龍 他們這些人都不公平 因為所有的媒體焦點 都在台北市 看你怎麼看 不錯 他去投一些子彈 我需要一些時間 快做事 對 所以你如果說 就是說 從好的角度 他們幫你擋子彈 從壞的角度 你做的事情都沒有被宣傳 所以我常來上鴻一大哥 波動全世界 我相信大家選你 就是說 大家比較快來做事 那麼該散後的散後 那麼該勝利的勝利 這樣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林佳龍市長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不好 來先休息一段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場的來賓是 台中市林佳龍市長 你覺得 蕭家綺怎麼會輸得這麼慘 他做十年的副市長呢 其實人就是 這個問題就原因出在這裡 你做十年的副市長 你應該做很多事情才對 對啊 因為他做蕭子宮的副手 還有馬英九現在做總統 所以我說 他也有一些包袱 再來其實他做副市長 如果真的要為老市區 因為他選的那副是我那副 對 黃國書去報 那副就是古市區 就是不建設 其實我們那副 我們本來也是藍大於利 這樣 是這幾年我的經營和加上 我看到他們十三年的這場 在台中市 蕭家綺做十二年的副市長 但是現在大家覺得說 哇 中区沒有進步 所以當然就反映在選票上面 蕭家綺這個人很不信用 他說他一定要蹲點台中 為台中人服務 中央找他去他也不去 靠要選書而已 說去中央 他想要一個文選就是這樣 他說他就是沒有退路 他如果選書就絕對不會去中央去做館 結果我沒有到一國去 我說現在太快了 那你是要做人 我真的聰明 那現在台中民進黨有何欣醇 黃國蘇 是 蔡其昌三位 對 都很優秀 三位 因為我是有看到選市長的時候 這個何欣醇蔡其昌 他們和你很團結 是 一旦拿名之後 我們其實合作很愉快 就是說他們有門戶之間 派系之間 那你覺得說台中過來可以拿幾個 座山 旺四 大概 這個真地五是滿有可能 我覺得說 四十是很safe的說法 這樣喔 因為我們總共八十 對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們這三區 現任都很用 再來就是 我們有幾六區 比如西南屯 蔡進隆那區 現在當然 民進黨在籌算 商量萬間 跟陳述法 都很優秀 再來就是 比如說 江啟臣那區 其實那區我得票 是六成以上 大風原地區 當然他們那邊也有很多 派的派派 派派這問題 他們也不一定精合好 現在也有機會 再來一區就是大烏龍 大度烏日農警 上次清票人家 嚴寬人出來選 贏陳世凱一千多票而已 補選的時候 這次東述是假 四五成 這次立委總統很會選 我這個大土龍 這個烏龍 我的地圖也超過六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現在的大環境 還有我有政績 人比人我們優秀 其實這三區都有機會 我們三區 我們不要說三區都有 那兩區 就加完這三區 就無色了 其實呢 有一區很趣的 就是洪池庸 洪池庸出來選的 那種很熬力 和貪注大英營的成功 這當然也是異軍突起 跟民進黨要怎麼協調 對 他們面對的是當然也很用的 楊瓢英 但是很有機會 你覺得民進黨會 2012月過半嗎 我覺得台中企業立委會過半 那轉台灣呢 那轉台灣 說實在 我還要去暗算 因為現在總統立委就會算 國民黨提名總統是誰 當然這都會影響到 但是我覺得以台中來說 我們2008那一年 是零時 對 後來 就是 還有一個三時 我想 我都 四到五時起跳 我們總統 大概在台中的票也贏了 是 是 台中是一個溫度計 都決戰中台灣 因為台中的中間選民這麼多 是 他不是絕對人或絕對民 那一塊最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指標 最好 一個問題 你覺得國民黨什麼人會選總統 我覺得他們 最好買的也是被迫於民調 這個 我是抱歉說誰 但我意思說 選舉這很現實 只是這些要求 你要 要 叫最用的出來 這樣就主力論 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都很高 因為 實在 這個民意在幫你解釋的時候 你說他們做過期 對不對 也說外選台北市議長 說200多次 歐治宮也說他外國連任 也說200多次 所以我覺得這種 他們也有他們的壓力 你覺得2016上的條總統 我覺得民進黨 這個 我們現在13歲的管市長 好好接種 當然 全國性的政典 包括兩岸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 政典是有一個基盤 就是好像說台中 我們如果接種後有政績 所以23管市 綠營 我覺得都很認真 我們的管市長 都很拼心在做 也是 也很清廉 情政的愛鄉土 所以我說這個 明年會反映在選票 台中也好 土層也好 街人也好 這些東西過去都是他們執政 所以你加加減情 我是覺得說 民進黨的野球那麼大 你現在會去訪問中國嗎 其實我當期都在做中國研究 我甚至立委基幹 我也跟他們反過所謂的亞太論壇 所以我並不排斥 你說你不要讓我穿小鞋 我們說城市交流 這個產主 兩岸不要凡事都要升高到 那租款會衝突 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包括你看城局也好 包括賴清德也好 都有期 對 所以我過去就有在做研究和交流 所以我一向是正面 我覺得說 我們自己有主體性 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行銷台中 也跟我們的台中 跟他們做城市交流 其實在這裡說經濟 其實有很多城市治理的問題 譬如環境污染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賣海 從這裡來 他們的社區也發展到 跟一個程度之後 很多交通的問題 文化發展 所以我覺得不要說馬上就升高到 主權和城市 城市經驗的交流 各說各的也可以來交流 不要大家去都是要拚政治 都一定就是 贊你便宜 贊你便宜 是是 好 我們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不夠了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林佳龍市長 我覺得有必要 就是說做一段時間之後 跟市民跟全國人民報告說 你有做什麼事情 有出問題 讓大家了解 好 好 這是未來台灣領導人之一 今天好好做 很多人之一 對 不要讓人希望 好 謝謝市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謝 我們今天進行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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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